真的有一些災区的居民觉得一条命捡回来都已经很万幸了 台北市闻山区新龙路三段宝来社区土石流 造成了一楼的民宅被大量土石给淹没 150多位的居民呢也紧急被撤离 今天早上国军紧急动员了上百位的弟兄 协助大家来清理家园 受灾户想到土石流山崩了那一瞬间 还是余悸游存 上百位国军弟兄协力 要帮助文山区新龙路三段的受灾户清理家园 8月2号苏拉台风带来一整天的豪大雨 冲刷后方山壁 大量的土石直接灌进了民宅当中 我们来到民宅现场可以看到 整个土石流的情况除了淹水很严重之外 甚至看到非常惊人的景象 在这个门后面应该是一个阳台的小空间 但是它现在已经完全被土石给堆满满了 对 瞬间的 你有来得及反应任何的东西拿什么东西吗 没有 只有拿一个现金就走了 预算飙到还被砍掉一半 所以它警惠不够 民众质疑山坡地的水保措施没有发挥作用 因为整个后方的山坡地严重抛控 泥渣也预计到了两层楼那么高 甚至连瓦斯管线都被破坏了 对 一楼部分还有后面这个山坡的部分 我们都要整个来做一个全面考量 是 所以这是工程预计其功可以 大概我们预计在今天 配合我们这个 这个他们的工程处一起来做 比较大型的后面的部分 可能请他们市政府来做 好笑 可能看到这里 华莱社区十四户民宅一楼受灾严重 现场人员估计至少需要三个工作天 才能够整个清理干净 土石流肆虐 让当地的住户都不敢置信 自己住了三十多年的家园 竟然会变成眼前这副模样 周年轻人陈静雄家蓁 台北长报道